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好 现在2024中华民众大选还有100多天 那么现在好像局势越来越明朗 先来请教赵凤兄 因为你参与了这次副总统赖兴德过境美国的访问 接下来呢 信赖台湾自由会也成立了在洛杉矶搞了一个盛大的一个活动 你的感觉是不是民进党现在越来越稳 其实我不能讲说民进党越来越稳 但是民进党内部凝聚力已经达到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 什么意思呢 这次我们看旧金山赖副总统过境 很多的乡亲即使不在当地北加州 他们还是驱车往上不管几个小时 就是直接开到北加州那边去集合 甚至在赖副总统的饭店的下榻 尤其那个饭店也是非常就是说非常高级 尤其这么多人挤在那边 价钱非常的高 他们还是愿意花 就是为了要在那边等待赖副总统来 然后跟他有五分钟的时间面对面 然后让他知道说他们在为他加油打气 这个方面呢 我觉得台派选民现在目前对赖清德的那个相信力是非常强的 不管以前这个2020初选的时候赖清德跟蔡英文有什么过节 这些都不用管他 在2024这场选举里面台派选民已经达到了一致的一个士气 那再来我们退回来看洛杉矶这场820 820造势活动的时候我们造成两个非常大的挑战 什么呢 第一个是天气 那一天我们知道说有很大的一个风暴 你们选的时间好 80多年没有刮过风暴的 没错 所以我们对于这信赖之友会 我们当时其实坦白说虽然说我们对乔包很有信心 可是我们还是有点担心来的人不会太多 我毕竟天气这种事情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再来就是说呢 每个人总会想说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呢 我何必出去冒险 但是那天来了非常多人 另外一回事就是呢 旧金山 赖清德已经去了 也回到台湾了 是不是很多人就觉得说赖清德反正不会来洛杉矶这场 我就不要去了 也没有那天超过600多人出席 所以实际上是刮了个绿色风暴 是 所以这次的绿色风暴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 赵峰兄 我要请教一下 这个绿色风暴现在非常明显出现了 我们说好像大家都觉得 2020中华民国总统大选民进党的选举的形式非常好 你知不知是民进党你都看到了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什么呢 就是赖清德的支持度 之前非常稳定 当这个民众党和国民党 包括有可能是独立参选人郭台铭 这几个人还在讨论要不要整合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特殊的现象 就是赖清德的支持度非常的稳定 现在据说还有所上升 在美国访问完之后 等下我们再聊为什么来美国访问之后有所上升 但是另外三个政党或者是独立参选人 他们之间的民调总是在彼此之间此消彼长 这是不是说明现在民进党对2024的选举的 基本上前景你们确定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 反而相反 我们现在发现民进党现在的支持度 虽然说赖清德非常的稳定 但是对赖清德而言 他知道在选战距离现在的还有一百多天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们也知道当时韩国瑜如何在高雄市长的时候慎选的 他在短短的期间之内突然把他自己的升量暴增 然后顺利拿到了高雄市长这个宝座 当时连我自己本身在预测的时候跌破眼镜 所以赖清德跟民进党 他们又是身经百战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人物 然后政治团体 他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风险绝对不会去轻易忽视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柯文哲他对于这个风向是看得非常准 他的团队也非常能够去炒高这个声量 再来我们知道说郭台铭他有的是钱 然后侯友谊又有国民党背后的那个支持 所以这种种都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完美风暴 什么完美风暴呢 就是反执政党的这样子的一个阵线出现 只要这三个势力的他们有办法 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的话呢 很可能就会对赖清德政府造成一个威胁 你现在讲到的关键问题 都知道三个人如果整合成义武政治力量 民进党的选举的形式绝对没有像今天这样 这么的看起来很乐观 但是现在问题是民众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这两个政党加上独立参选人郭台铭 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我们本节目曾经在节目里面讨论过 郭台铭到底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当时我个人的观点 郭台铭就是美国影响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的那只手 因为有郭台铭的出现 蓝白整合几乎成了不可能 而郭台铭令到国民党内部又产生了分裂 我们看到国民党很多前的前县市长 或者是现任的县市长纷纷退出国民党 这种国民党的骨干成员退出国民党 在台湾岛内给国民党的选情带来什么影响显而易见 而国民党内部还有很多矛盾 比如说金小刀跟党主席的矛盾 以及党内的很多人到底要不要换猴 都是闹得纷纷扬扬 赖清德这次访问美国 我们为什么说他稳了呢 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词 叫台美关系灵意外 这个灵意外其实说穿了 就是赖清德过去表示说 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台独的概念是什么 赵峰青作为台独 积极主张台独人士 应该也非常清楚台独内部有很多不同模式的台独 所以赖清德到底是什么台独 这次来美国 我觉得讲述的非常清楚 就是没有台独路线图 现在中华民国就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这就是所谓的目前维持现状最大的公约数 那么所以导致了所谓灵意外 这是不是赖清德 这是回台湾 访问完美国回台湾之后 民望有所上升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我想这是一个因素之一 另外一方面 赖清德这一次来到了美国之后 整个行程全部都没有什么问题出现 也显示出来了 就是美国在赖清德的对待上面 他们非常了解说赖清德了解 当时蔡英文为什么能够去把台美关系 改善的这么好的一个关键 这个对未来如果赖清德胜选的话 未来四年美国会觉得说赖清德是一个 值得信赖的一个盟友 我们直白讲吧 就是中华民国的执政的政府 或者他的领导人 要配合美国的国际战略 而不是给美国的国际战略增加麻烦 所以如果赖清德在这次访问美国期间 我相信除了公开活动 赖清德更多的是不公开的活动 这个不公开的活动 其实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台美双方对未来台美关系的发展的一些计划 以及路线图做一个沟通 如果说大家看法非常一致 那就说明美台关系零意外 就按照大家的共识往前走 而赵峰兄刚刚一上来就提到了 现在是整个绿营的大团结 这个大团结意思就是 各种不同台独观念的人都认可 现在我们要按目前中华民国 跟美国国际战略利益的发展方向继续走下去 所以导致了大团结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赖清德他在这方面的确有避免了去触及这方面的议题 这跟蔡英文过去的做法非常像 赖清德他强调什么 民主就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跟人民能够去参与台湾未来走向的一个权利 赖清德他不愿意做为这个 他常常讲说他是务实的工作者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愿意以这个考量到现实的一个态度呢 让台湾人民自己去发展他们自己想要走的方向 那这就是他所谓的务实的态度工作 那这个工作的job description里面呢 包括就是说他身为一个政府的元首 他必须要确保台湾人民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有这样的一个倡议空间 所以这其实跟刚刚过去蔡英文在七年里面的做的非常像 那我相信对美国来讲这也是一个非常稳定 然后呢非常一个保守的一个态度 然后他们可以接受 并且在这方面呢 可以跟赖清德在未来呢有很多的合作空间 那同时呢赖清德给美国的感觉 我发现应该是不是会让美国觉得说 这个人会丢给我们变化球 然后让我们要去 在完全没有预备的状况之下呢去应变 赖清德应该是会善于沟通 然后会善于去和谐的方式 圆融的方式呢 去跟每个盟友来打交道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态度呢 美国对赖清德观感应该是这样子 这次我们看到说在这桥宴里面呢 不仅有这个议员出席 当然还有AIT的那个主席出席 这个是我们都已经预知的 但是呢还有前这个国务院的那个官员也出席 所以这显示出来这个规格方面呢 已经明显的提升了一点 然后也让外界知道说 其实美国政府对于赖清德呢 是充满了期待 那未来呢 美国跟台湾之间有什么合作 有什么战略性上面 经贸方面呢 其实都可以迎刃而见 所以赖清德这次来美国访问 是凝聚了绿营的共识 然后同时是不是也得到了 台湾选民的信任 就是赖清德上任之后 两岸关系也不会发生 从台湾的角度来说 不会因为台湾的政策 而导致两岸的关系发生一个突变 我想得到了支持他的人的信任 尤其在台派的圈词里面 对赖清德来讲 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高凝聚率 但是这也表示说 对于反对他的人而言 会加重他们 对于这个疑美论 还有疑民进党论 还有疑赖清德论 这样子的认知战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 现在目前我们看到说 赖清德一回到台湾之后 中共马上就有共击 轻咬台湾的海域 然后同时也更多的梗图 来去质疑赖清德 来去抨击赖清德 台湾当归 《人民日报》拿出来的这个 所以我们知道是说 这个对于反对他的阵营而言 也感到到了压力 也感到了赖清德 他的确这次是来势汹汹 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 没有任何的高调等等动作 但是已经明显的看到 美国对赖清德信任 这个最后 如果国民党 如果反对赖清德的阵营 不做任何动作的话 就会转换成 整个中间选民 对赖清德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说 这次赖清德来美国的访问 我觉得是在台湾的中间选民当中 产生了一个正面的作用 所以才会令到他民调上升 那么赖清德这次访问美国 很明显跟美国之间 达成了一个互信 明昂雄怎么看赖清德这次访问 其实真实的意义是 对未来2024的选举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是 我们看到赖清德过境 美国的这个过程中间 中共当然一如既往 不论在军事的演习上面 还是共军的环绕台湾的 这些动作上 一样也没有放松 但是在这个在野的人士 不断的渲染赖清德这次过境 是屈辱性的过境 没有见到该见的人 甚至到了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礼 连副总统都没有跟他同台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副总统没去自然就不会同台 我想这个贺锦丽不会因为赖清德去了 所以觉得好害怕 所以我就不参加那个典礼了 但是我们看到了 即使这样子的这个行程 所谓的屈辱性 但是我们真正看到的是 台湾支持这个赖清德的群众 更相信了这个民进党 将来和美国站在一起 为台湾的前途奋斗的这样的方向 你全部相信现在大家的一个推测 就是赖清德这次来美国 其实并不是公开活动里面 只见了这么多人 其实有更重要的人 在一些不公开的活动里面 其实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个是很有可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结论 是我们可以归纳出来的 就是赖清德的一切行程 都在美国的安排之下 放出的一切消息 都是在美国许可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符合 美国未来的国际战略方向 那么台湾和美国站在一起 这是已经可以确定的方向了 所以说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赖清德 不再是美国担心的麻烦制造者 这个角色 那么未来赖清德 在整个台湾的方向 在台湾的领导人的这个角色上面 很可能可以加强和美国的合作 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 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对抗 未来在这个习近平在APEC 是不是真的可以跟拜登见面 之后有没有进一步的展开合作的机会 那也是我们要观察的重点 但毕竟目前来讲 支持赖清德的这个声音 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岛内的民调 确实升高了 而整个在野的声势 也因为三个人不断的在整合的过程中间 没有结果 也没有任何一丝撼动民调的迹象 赖清德还是稳稳的位居40%上下 而其他的三个人 并没有太大的撼动作用 甚至这三个人还有一些此消彼长 彼此影响的矛盾 所以说整个这个泛澜 或者是说非绿阵营来讲 其实有一些有点心灰意冷 因为觉得这个整合已经看不到希望 尤其是三个整合的候选人 都表示不可能作为副手的这个角色 那么整合几乎没有希望 刚刚赵凤兄说了 民进党还是觉得 这里边有非常大潜在的 对民进党的一个 在这个选举策略上的威胁 我们说这个三个人的整合 因为过去我们说 台湾的政治色彩泛蓝泛绿 很简单 现在出了个非绿 所谓非绿就包括白也在里面 包括其他过台名 我不知道是什么颜色 但是问题这是我们看到的是 因为郭台铭的参与导致了 就正如这个民进党刚刚所说的 柯文哲态度非常坚决 说我绝不可能做负的 柯文哲不可能做负的 国民党的侯友宜也不可能做负的 那民进党解读一下 为什么这两个政党 明知道我们团结 就有可能挑战民进党 有可能实现政党问题 但是哪怕是有这种可能 我们也不可能退后一步 做负的来形成这个整合 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政党的选举不只是总统选举 他还牵涉到立委 还有地方的县市首长的选举 所以说政党的利益 其实不只看总统一个大位 他坚持的是整个党的利益 所以说不做副手 其实是对他参选的同志 尤其是这一次立委的选举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声势的造势 所以说他没有退却的意味 整个党还是要向前 即使没有办法争取总统大位 但是为了参选同志的利益 和党的最大利益 他必须要坚持选下去 但是我们看到了 由于这个郭台铭的参选 可能搅动两个党的互动 那么这一次呢 大家的眼光是看在 金门协议的这个角色上 在823炮战的当天 所有的这些参选人 都有机会到金门去 尤其是对金门 川文哲不去 也可能 但是目前呢 其实没有确定 因为他上一次去 是说感情上可能受了伤害 因为这个郭台铭忘了 他承诺的是 因为黑风高 两个人在海滩上发生了什么事 导致他受这么大伤害 所以坚决的不跟他一起共事 但是我们听到了 这个侯友宜这一次提出了 这个所谓新三通的这个角色定位 要让金门呢 变成一个自由贸易的这个角色 在这个两岸之间呢 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开放的地区 那么这样的议题提出来呢 其实这个是金门当地的居民 长久的愿望 但是呢 这中间有一个新三通里面的通桥的这个 最大的争议 就是从厦门到金门的这个大桥 由陆地来直接沟通 这个可能会牵涉到国安的议题 但是呢 金门的民众 由于过去小三通的经历 在陆地连结的这个部分 如果能够通畅的话 对于两岸的经贸 还有人民的交通上面 是确实有很大的注意 但是呢 这个部分能不能成行 这是值得我们观察的 赵虎雄以前说过 从台独的角度来说 彭金马跟他们没关系 如果金门要想彻底回到中国大陆怀抱的话 是不是选民进党更加好一点 以后干脆就让他们回中国大陆 是的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 如果说今天真的要走这个陆地连结的这个部分的话 那么其实这一条桥通了之后 下一个议题 那就是台湾和中国的跨海大桥 是不是也要接通 所以说这个其实 这也是中国统战的一个步骤 那我们看到的是 金门如果成立一个特定的贸易区 对两岸的贸易是不是会进步 这个其实是现在讨论的关键 因为大家的焦点现在也放在ECFA 在823之后 是不是有可能进一步的缩减 甚至完全飞除 我们先不要建金门大桥 我们先说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桥 就没有办法建得通 现在我非常不解的就是 三个政治人物 两个党家一个独立候选人 在这个整合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郭台铭 就是我们说过 美国影响中华民共同大权那只手 他起到的作用确实是 把白色力量跟蓝色力量 这两个政党的这个支持度给拉低了 是的 那么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因为现在郭台铭总是在 好像要选好像不选 但是又要跟大家整合来来去去 这个搅局的过程 确实是给民进党一个助选的作用 但是蓝白两党明知道 难道就不可以有一个共识吗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外国政府 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党组成的 我们就拿德国来说 德国要组成政府花了很长时间 那无非就是你的党的理念 跟我党的理念实际上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理念不一样 我们可以拿出一些共识出来 上台之后 你的这个政策我可以包容 我这个政策你可以包容 剩下不能包容的我们缓推 我们先把政府组建起来 国民党和民众党就做不到这一点 那你觉得接下来 离选举还有100多天 是不是大局已定 其实我们看到郭台铭这个角色 我们过去在这几 一百多天的时间里面关注的都是他是不是参选 要选总统的这个角色 但事实上我们不要忽略了 郭台铭是一个生意人 他在做这个动作之前 他的目标当然选上总统是最好的结局 但是如果选不上 他是一个生意人 他也不会吃亏 他知道他选不上我觉得 即使选不上 他做这个动作就表示他不会吃亏 他才会往前进 所以郭台铭如果搅局 让民进党能够顺利 成为下届政府的领导人 那这样的话 郭台铭能不能在美国身上拿到他想的利益 郭台铭你说一千到一万 你在中国开多少个富士康养 几十万工人 没有美国订单 郭台铭什么都不是 所以他的利益的根源 其实并不在台湾岛 是 所以我们看到郭台铭这个人的角色 我们要去分析他 现阶段 鸿海或者是富士康 未来的这个局面 因为目前 订单主要集中在欧美 这个自由世界 但是整个制造业的重心 过去都在中国 而现在富士康其实面对的 是美国的订单 要逐渐的离开中国 那么未来富士康的布局 和美国息息相关 尤其是在将来 过整个美国的政策方向 不只是在富士康的制造业 甚至在高科技未来的合作 还有电动汽车 这也是鸿海未来的重心发展 这些企业上面的合作 丢不开美国 而整个鸿海的布局 以现阶段来看 他不管是离开中国之后 到美国来 还是去印度 去越南 去巴西 这都是美国未来 在他订单布局上面 给予富士康或者是鸿海的指示 因为你订单的源头在美国 美国能不能扶持一个 韩国版的富士康 来个金台铭 崔台铭 等等这样的人物 取代郭台铭 美国完全可以做到 所以郭台铭如果要保持 自己的商业帝国的话 美国的脸色其实更加重要 尤其我们看到四年前 郭台铭选举的时候 他可以见到川普 也可以见到习近平 但是现在他谁也见不到 那么他必须离开中国 已经成为和自由世界供应链 必须结合的一个方式 所以他必须和美国站在一起 那么他不能见川普 他必须和民主党要重新磨合 作为他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契机 重新出发 所以他的角色 我们不要忽略了生意人的利益 即使这次选不上 那么他帮助美国 在美国主义的候选人上面得力 未来甚至富士康回到台湾 他都可以在生产基地 还有各方面的条件上 获得民进党的支持 美国现在对于 2024中华民观众大选 美国说我没有干预 我也不愿意干预 但是他干预的手就是郭台铭 但是反过来 中国大陆会不会对台湾总统大选 要产生的影响呢 历来都有 包括从06年的导弹危机 到后来一直发生的事情 那么在这次2024中华民观众大选当中 中国很明显也想影响 但是如何影响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